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来到这一间呢 这个就是楼上的中厅 中堂 那现在楼上的中堂 一般都是记事 神明跟记组的地方 反射他们的祖宗的那个牌位的地方 那这边比较特别就是说 这里有三个铜像 那这个是谁呢 這個是我們世界國室中軍總會的創會會長 國際橋 他是陸軍上將 跟老蔣來台灣的陸軍上將 他也就是我們前市長 郝龍斌的外公 他的女兒就是嫁給郝佛春 他是郝龍斌的外公 這邊這一位是我們屋主 我們主人 主人的第二代 他現在已經第三代了 所以他是我們現在理事長主人的爸爸 也因為他們願意提供出來 所以讓各位也都有機會 或者是市民都可以來看到這一些 郭氏古宅 也免完以下知道一下一個郭子余的歷史典故 剛剛我說了我們成就這個房子 最主要的工程還有這一位 他捐了我們修護 三個銅像 對 三個銅像 他叫郭大宋 那我們修護這個工程的時候 他捐了等值一千五百萬的土地的價值 我們把它轉賣 民座這邊修護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左右兩邊都有什麼 征信 我們中心包括不是郭次的中心 有心人的捐款有一個真信 對 真信質量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這個昏洋堂 那這個昏洋堂就是 蔣中正提字送給郭劇橋將軍 那時候他不是撤在來台嗎 那真是戒嚴實際也不能回內地大陸老家 所以蔣中正提了這個字 送給郭劇橋 那時候的陸軍聖獎 那為什麼要提昏洋堂知道嗎 是他老家在昏洋 對 昏洋就是堂號 就是郭製的堂號 所有姓郭的祖籍地 來台灣的大部分祖籍地 都是從山西昏洋出來的 就是陸續遷徙遷到沿海 廣州 福建沿海 然後再來台灣 那剛剛有說樓下有一個燈樑對不對 這邊也有一根 那這個燈樑也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那為什麼樓下的燈跟樓上不一樣呢 樓下是畫有那個金色的樓 那這邊好像是 樓寫鍋對不對 對 這個純粹就是這個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等於是說 點燈的話是 照耀自己的子孫光明 燈 叫做子孫燈 朱孫燈 希望他的光明能夠照耀 他的子孫綿園 與其他光明成就的意思 那這一根樓跟樓下也不太一樣 下面那個是有雕對不對 對 這一根是純粹彩繪 那下面那個是五角形 六角形 那這一個真的不太一樣 對 這是這個插盆 很美 還有 上面可以看一下 鍾苗 畫了什麼 太極 對 因為表示我們這家主人 他有宗教信仰 而且是道教 他畫了什麼 畫了太極八卦 第一個可以認邪 避邪 然後可以鎮掌 還有可以自殺 所謂自殺就是外面有的沒有的 比較有一個安全的規範包地 剛剛說的這個建築很美對不對 這個窗台非常漂亮 是弧形的 而且是凸出去喔 這個是在西方國家比較特有的 我們女士的中士很少有像這樣窗台 好來 我們來到這一間呢 以前也是廂房房間 那現在我們做一個 竹符中符簡捻的一個陳列室 跟點藏 那這邊會有一幅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那這一幅是拓印版 是鍋子儀的書碼拓印 剛剛我講的狂草書 比草樹還草 所以它叫狂草 它的拓印 它是刻在石頭上 然後拓下來 這是我們大陸一個 不知道什麼 偉證 證偉之類 證送的 我們開館的時候 那這邊還有一個字 這個很特別 這個字大家要認識一下 這個字念作國 國家的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字 它是鍋字的古字 鍋姓的古字 鍋姓的古字 念作這樣 念作國 原來是這個字 對 英的國家的國 這個如果姓鍋的應該要了解 然後這邊還很特別就是說 這裡會呈列 郭子儀的八個兒子的圖像 各位有看到一個第二兒子 那個叫郭翰 為什麼比較年輕對不對 因為他在一次參與戰亂的時候 跟郭子儀出征的時候 暫時沙場 所以他圖像比較年輕 那我們有聽過七祖八祟 聽過嗎 七個兒子八個女婿 為什麼多子儀 多子儀 多子多孫多福氣 生了八個兒子八個女兒 那八個兒子為什麼說七個 剛剛我說的這一個 因為在晚年的時候 一留下來就是七個 那八個女兒加出去就八個八婿對不對 為什麼說七子八婿 因為他的兒子跟女婿呢 各個在朝廷當官都很有福法 而且他的官都是什麼公什麼公 那以前的公大小就是公喉伯子男 公在上面是最大的 就是未及人稱 對 這比較大的 這個是大概這個 都是很傑出的 他的下一代都很傑出 對對類似這樣 所以郭子儀是等於說是 吉福禄壽 三泉銀一身 最後呢得益很長壽的才怎樣 往生 活到幾歲 所以他也是民間崇拜的人生身體 禮止人物 對不對 所以他最後呢 活到八十五歲 也很長壽 而且非常有福報是怎樣 他是在什麼 睡夢中往生 這是非常有福報 就是沒有病透 對 受磚正寢 所以很多人都說 他真的是 無禄壽於一身 無就是多子多孫 路剛剛沒有講過 什麼叫路 路位的路 什麼叫路 官 官位 對 他除了被皇帝尊封為什麼 中武 他又中成 所以被皇帝尊封為中武王 也尊封為太師 皇帝的老師 然後他又是一瓶的高官宰相 而且非常難得 他當宰相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所經歷過幾朝 四朝元老 皇帝一直壞 宰相都不壞 為什麼 他功高不會怎樣 不會正足 不會威脅到皇帝 所以每個皇帝都對他尊稱有加 所以特別中武王 他為太師 然後更難得的是 代宗皇帝的時候 德宗皇帝的時候 中武王他為上父 高上的上父 父親的父 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地位 就是跟父親差不多 對上父的意思 類似我們現在講的義父乾爹 所以在他最後往生的時候 那個德宗皇帝為了他會朝 四五日都不上朝 派所有的武武袍擺官 到他的官邸去做什麼 去追師 親友的 這很難得 這有農書很難得 更難得的是他怎麼樣呢 下葬的時候 德宇被放在皇寢的旁邊 這更難得耶 以前的墓碑 那個民間百姓都只能很低低的對不對 大概一次左右 他更難得 他可以呢 只是跟那個誰 皇帝低一點而已 這個榮書是目前聽說沒有的 那剛剛我們又來看一個這個 這個是唐輝 什麼叫唐輝你知道嗎 是他們這個宗族的 郭寺的堂位 對一個代表現會 象徵 那這裡面有三個字 這個比較文創近代的 可以看一下 看得出是那個 是分洋堂三個字 對對對 這是現代人設計的 對比較文創的 不是以前就有的 其實比較近代 那我們這邊會成列一些 族譜 中譜 家譜 那目前我們中清總會 有一個很 成立一個叫做編創委員會 專門在編我們世界郭氏的族譜 族 族親的族這個族 不光是我們自己的祖先 是族 所以它的延系脈絡非常多姿 目前正在進行中 感覺也是要很耗時耗費的 這個工程很耗大 所以我們編創委員都會 也會在海外啊 包括各個縣市啊 去蒐集資料 所有郭氏 那我們郭氏中清會呢 我們這邊是總會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各地呢 總共有13個縣市中清會 郭氏的喔 對 很難得 每年我們會有 季主他們會回來 就是一個很龐大的家族 類似這樣也是叫大家族 走過來 那我們這邊延續這邊 也就是會有一些我們郭氏 中清的一些類似 像剛剛我說的 郭子儀被稱呼了中五王 所以我們在士林那邊 有一個那個中五廟 專門供奉他的 那這邊是我們到大陸交流 大陸有一個唯一的一個 在山西 這個是在十多年前去的 對 很難得 他像宮廷似的 郭子儀 這個我們到大陸交流的 那個福建的肯清 一千多人的一個大會 一千兩百多人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薛小姐 我們今天我們的結束 好 謝謝您 謝謝 trenches 景觀